不過柯文哲要選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沒有什麼懸念 但是世間兄 你會讓柯文哲出來選嗎 最近他爆了一個料 他說為什麼他跟你的關係 會這樣子對立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當市長的第一個月 你不是說你有給他 三個月的觀察期嗎 他說第一個月的時候 為了秦光市場的事情 跟你槓上 他說有個屋頂年久失修卡住 打不開 火災的話有公安問題 所以他要下令把屋頂的違建拆掉 然後你就跟他開了一個協調會 帶來攤販陳情 以為老議員可以欺負新市長 他還在攤販的面前耍 威豐沒想到被我拍桌子 叫警察把他送出去 當場覺得沒面子 根本就是一個私人恩怨 這是柯文哲在一個訪問當中講的 當然你有回應了 你也回想起當時的狀況 說根本不是這樣 因為你們快要打架了 你們男子漢 在那一場協調會當中 是已經要打起來了嗎 秀琳 我講快打架 我是有點衝動 因為當時攤販 包括那個會長 在現場都哭出來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身家 可能就一氣之間 就蕩然無存 我先說明 柯文哲胡說八道 第一點就是說 這不是在1月份 那是在那一年的8月 他上任以後第9個月 不是第一個月 不是 他就胡說八道 時間至少記錯了 對 然後我是從他上任的第一天 我就說我要把他 從神壇請下來 原因很簡單 市民選你當市長 不是選你來當皇帝 選我當議員 是來監督你市長 不是跟你市長當朋友 你柯文哲理當 接受市民跟議員的監督 我只是善盡 我應該嚴厲監督批評你 柯文哲市長 第二點就是說 柯市長他故意這麼講 他載話我黑科這一些 叫做我是因為私人恩怨 其實不是 這個案子只是 你是為了攤販 也不是私人恩怨 對 他說這個就是因為 他跟我吵起來 不給我面子 就是說他還是繼續要參 那一天有吵得很兇嗎 有 我跟他報告 因為他有那麼多時間 講我 摘張我 我可能借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 我簡單講一下 柯文哲完全是標新立憶 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要來拆 而且他是誤信的 其實他背後的金主有建商 透過某幾個非選區的議員 他們在附近要做都更 所以他們覺得亭光商圈 包括夜市這些很礙眼 他要把他們拆除掉 要拆除掉總要找個結果就是說 第一個他們說妨礙消防安全 消防車要通過 還有那個活動攤棚 打不開的話這影響消防 我是拿這20年來三任市場 從陳隨便馬英九到郝龍斌 大家邀集消防建管交通專家 共商的結論 就是說我們只要留三米寬 讓主力消防車 兩米四的消防車可以通過 這樣就可以讓他生存 那一個活動攤棚是中央跟市政府 跟攤商各出三分之一做的 如果有什麼壞掉故障可以修理 而且那個完全不影響消防 消防局跟攤商自治會 都多次做消防演練 我還把那個影片交給柯文哲說 你看他還答應我在8月的時候 所以不是他講的1月 1月到 從他上任12月25到隔一年的8月 已經9個月 那9個月當中 我質詢他不下二三十次 我黑他 凶他 批評他 監督他 連包括採訪在內超過百次之多 如果我是因為這一次跟他吵架 才黑他的話 那先前那9個月那叫什麼 你前面不是說要給他 三個月的時間觀察嗎 對 這是第9個月的事情 前三個月我也沒有不監督他 我就給他 他來的第一天 我就來給他一個本機 一支湯汁 因為他愛亂講話 他講一大聲 那都做不到 我就說我送你一個本機跟湯汁 讓你放在市場室 就是說為政不再多言 要多做少說 不要做沒一湯匙 講得整本機 我當時就是這樣 然後到3 4月吵架之前 他又說他很累 幾點都出門10點回家 我就送他一支抓養劑 我說市政資源有限 推動市政要像抓養一樣 要抓到養住 你不要養的不抓 不養的你抓到流血流農 這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這幾百篇的質詢 也是黑他 也是強力監督他 那叫什麼 他說的這個就是在你 可是沒有這一次吵得這麼兇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把這一次故意講成說是1月 我頭一次跟他接觸吵架 他不給我面子 不是這樣 他不是新市長了 因為他要梗是老議員欺負新市長 可是那時候已經不是新市長 所以我說這個人胡說八道 我沒有以所謂的老議員 他是新市長 他是一個完全有心機的市長 秀琳我最後 我不贊用大家多的時間 我最後只跟他講一點 我這四年半來這麼瞧不起他 我是認為我們社會 社會站去為人處事 尤其你來做正事的人 你的個性應該是逐強服弱 而不是像他 他是欺善怕惡 柯文哲對有錢有權有侍者 像那些財團 包括五大必案的財團 他是對那些人是巴結 逢贏 阿諭也 五大必案他沒有做任何處理 他跟富邦蔡明宗 他跟這幾個日勝生跟遠雄 他們都成為好朋友 他私下密會他們 他還去幫蔡明宗 密會被抓到 他還說他是去幫蔡明宗看病 你看看這個傢伙 所以我是瞧不起他這個 你要尤其你來擔任市長 柯文哲不是 他抱財團的大腿 然後對外欺騙年輕人說 他要幫年輕人找房子 什麼他弄一大堆 結果其實他的政策作為 他是嫌小市民過得太好 你看他大眾捷運要漲價 他要取消悠遊卡的優惠 他把U-bike前30分鐘 免費取消等等 他所有的作為 我認為他是一個欺善怕惡的傢伙 而我們做正事 你擔任議員立委也好 你做市長總統也罷 基本上你要伸張正義保護弱勢 你要除牆扶弱 可不可以剛好相反 因為你一直在罵他 等一下又扶龍成功 不會 王遠 我心裡有個砍 我一直過不去 為什麼他民調領先 因為他詐述成功 他欺騙人成功 我們這麼好騙 這麼多 我一直說我們下一回再修憲 我們應該加一條憲法 人民有免於上當的自由 因為我覺得我們 我們很多人民就是被這種網路 大家重度使用網路 40幾%的人被騙 我認為大家重度使用網路 大家從報章 雜誌或電視媒體 去獲取新聞的這樣比例減低而多 從網路 因為柯文哲有心在經營網路 你網路上現在看到的很多聲量 是他煥養的網軍 幫他擦鹽脂抹粉 堆積起來 不信他把那一天有錄音 有攤商的證詞 他來講講看 我認為他剷除秦光市場 我為什麼阻止他 不只秦光商圈 200戶攤販 200個家庭 照他講 要退縮到4米2 台北市絕大多數的夜市 寧夏夜市 士林夜市 遼寧街夜市 通通不能存活 所以我認為 他沒有盡責任 生斗小民 保護攤販 基本上就是不對 主持人 可不可以讓我補充一下 你剛剛提到高雄 2016的0比9 就是國民黨一席都沒有 通通都是民進黨的 觀眾朋友 我不去念那幾個國民黨 立委落選人的名字 因為很多位沒聽過 其實不重要 我要講這個例子是什麼 其實當年國民黨 在2016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特別要講這個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朱立倫當黨主席 他安排了一些部分區的立委 然後希望說他們去2018選縣市長 那時候安排好了 然後等到2018那時候 韓劉還沒起來 那時候講好了對不對 那時候很怕算 民進黨很怕 不敢選 確戰 不敢選 然後等2018國民黨大勝15個縣市 說我2020我要選立委 因為主持人你知道我閉關之後 你自己搜尋就知道他是誰 你是對嗎 你立委部分區做四年做得麻麻嗎 叫你選管市長你不敢 現在看國民黨誰 還說我要選立委了 其實這些對其他國民黨的黨員 其實我說不說要講話 我剛剛請教王世堅議員問題 我說為什麼柯文哲民調 會領先怎麼解讀 來 我給大家看 這是柯P 第2017年講的 我都把它存下來 2017年講 柯文哲說你要什麼樣的民調 我都可以做給你 要求 這個是一竿子打斷一船人 但是柯文哲講話的風格就這樣 其實有些民調可以操作 有些民調是認真做的 就不能這樣講 柯文哲有講 他說民調其實是個迷思 一定要公佈家權怎麼做的 這個就是內行的 他講這我也不以人非 他講的是對的 因為大部分的民調都有做家權 可是觀眾朋友你看 從來沒有一個民調會公佈 我的家權怎麼做的 沒有人公佈過 那是不傳之密 主持人 我的結論很簡單 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說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這個韓國 因為我剛剛也跟主持人報告 總統是選第一名 沒有再選第二名跟第三名的 對不對 剛剛主持人講的民調 我一直不重複 我的意思說 如果現在國民黨那幾個大佬 打麻將那幾個大佬 如果他們的民調領先柯文哲 領先蔡總統 我今天講的話 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柯文兄你為什麼叫我不要選 我是太陽 我比較老 可是我贏 現在民調我贏 你的民調也可以贏柯批 贏賴清德 贏蔡英文 我就黏黏了 我就砸起來 是不是這樣 就是你不會贏 2018年我講這我比較抱歉 請問丁守中跟姚文哲 是國民黨跟民黨最強的候選人嗎 我認為不是 所以讓柯文哲得逞了 包括中選會的烏龍 我對丁守中 姚文哲我很抱歉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們不是國民黨民黨 最強的首都市長人選 但是2020這次一定要拚 拚你是不是應該推最強的出來 四個太陽不要怨我 我跟你們也不能 如果你的民調能夠贏柯批 我就閉嘴了 就這麼簡單 不過你剛才也講了 民調是可以做出來的 你要什麼的加權 我就加權給你 這柯文哲講的 我意思是說 四個太陽也會這樣回答你 民調也是可以做出來的 我覺得後面很像中了一把刀這樣子 但是我OHOHO 有同事 我是 jätte 而且 宏盧 cam 日本幣 與 其 能